大家好,我是曹玉婷医师 6个月至5岁的小朋友 可借由接种疫苗获得更好的保护力 完成疫苗接种后 请在接种场所休息15到30分钟 确认身体没有不舒服,再返家 家长可以在接种现场扫描Taiwan V-Watch QR Code 协助家长掌握小朋友接种后的身体状况 提醒就医 并了解接种后常见不适 请家长于接种后持续留意 幼儿接种后常见的副作用 包含躁动、哭闹、嗜睡、发烧 如果出现较严重的副作用 像是呼吸困难等疑似利己性严重过敏反应 活力持续不佳或发烧超过48小时等症状 请尽速就医 请洗手、戴口罩 持续落实防疫好习惯 守护家中宝贝健康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